地狱游记 第二回游清新池 赴阴阳界 天运遂次秉承 65年8月19日 济公活佛 降师说 先天一粒宝光珠 堕落红尘尼乌图 看破凡屈 成佛体 顿开法眼照真无 济佛说扬身 准备游民 扬身说恩师啊 我今天到彰化 现在刚回来 精神疲劳 真想睡觉 我看改天再游吧 济佛说 你实在太懒散了 修道人 受了一点风霜就叫苦 还能成什么大气呢 扬身说 真是太对不起了 恩师 我还是抖擞精神 随师去吧 济佛说 快上连台 双眼雾开 好了 开眼下连台 扬身说 恩师 今天为何带我到此地 前面有一个大池 池水清澈无波 呈现天蓝色 水中又浮出清新池三个字 济佛说 济佛说 你前日游民 因凡胎俗眼 所以能见到之物很少 我今天带你到此 就是要你下池 喜去尘埃 自然凡眼会成为法眼 才能堪清幽明界的事情 扬身说 看这池水 清冷万分 现在又逢秋天时节 我怕凉感冒 不敢下去 济佛说 想游民又怕冷 我推你一把 你下去吧 扬身说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恩师快救我啊 爱爱爱爱 济佛说 让你浸泡几分钟 清醒清醒 守持将军说 拜见济公活佛 师盈师盈 刚才您将一位凡人 推下池内 不知济佛用意何在 济佛说 将军有所不知 现实世人 都是醉生梦死 尘埃满身 丧失原来灵明本性 我今日将此凡人 推下池内 就是要将一粒 木泥宝珠的泥土洗去 使他重现光辉 将军说 好了 我赶紧把他捞起来 否则过久 恐怕会失去救助 济佛说 好吧 不然沉到池底 就麻烦了 将军说 捞起来了 但他已停止呼吸 不知济佛如何解救 济佛说 小事 污泥洗净 自然可以起死回身 我用菩萨一扇 马上就会复活 看我施法 将军说 已经睁开眼睛了 杨生说 恩师 您为何把我推落池内呢 济佛说 世人都是被动成性的 你太客气了 要你下去 你理由定是一大堆 我可没有这份闲情 时间有限 不得不推你一把 杨生说 感谢恩师的教训 现在我感觉 浑身清凉爽快 请问那位打扮成五江的是何人呀 济佛说 他是守持将军 负责守持 非奉命之人 不能下持墓浴 此持乃是先持 除三界先真可作墓浴 其他军不能来此 你今日有福了 将军说 济佛 今天带这个凡人 来此有何贵事 济佛说 阴阳间台中圣贤堂 奉旨著作地狱游记一书 由我带领阳善身游览名符 而凡人俗气未尽 难以迎茶幽名 故带他来此 清洗心眼 以利游览名符 将军说 失敬失敬 原来如此 济佛说 时刻不早了 我们师徒道路赶快游名 将军再见 阳身快上连台 阳身说 恩师 现客我们要往何处去 济佛说 不必多问 到时就知道了 快闭上两眼 可以张开眼睛了 快下连台吧 阳身说 这条马路 为什么不是搏游路 风沙满天 走起路来 颠颠簸的 济佛说 这就是人与鬼的关头 阳身说 哇 那边来了很多人 为何都是哭哭啼啼的 济佛说 那是世间人 死后知灵魂 刚到阴间 阳身说 前面有一个牌楼 牌楼上有阴阳界三个字 这是什么地方 济佛说 这是阴阳界 阳身说 前面两排高楼 我们可以去参观吗 济佛说 可以 我们快走吧 阳身说 这些楼门 都写上交部厅 分第一课 第二课 大约有十余间 济佛说 我们前去拜访吧 济佛官说 欢迎济佛及台中圣贤堂 正轮阳身驾临本厅 在八月十五日 就接到御地狱址 或西贵堂 为著作地狱邮寄一书 将到地狱府观察详情 济佛说 但是因为时刻已到 我们改天再来拜访吧 交部官说 好吧 送假 济佛说 阳身 我们准备回堂 初厅快上连台 双眼紧闭 阳身说 遵命 济佛说 圣贤堂已到 阳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